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达摩课堂出品的 《硬核三寒论之90天条文经讲与开方时讯》 我是授课老师伊万 今天我们开始讲杨明病 第180条杨明之为病 魏家时视野 那么这里魏家它指的是李魏 时指的是大便男 那么照本他将条文提纲放到179条后面 《欲含经》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 所以这个应该先讲180条 那么这里他很简单的说了一句魏家时 就是一个大便男的问题 其实大便男它还必须是里热引起的大便男 它才能叫做杨明病 因为大便男它有很多种 就是179条讲的 除了这三种大便男 正阳阳明 有邵阳阳明 太阳阳明 那么这三种大便男之外呢 邵阴病它也会有大便男 它也会有大便男 它也会有大便男 比如说这个绝阴病里面的温皮汤 温皮汤它是由氏逆汤加上人参 再加当归和大黄盲消 那么这个它主要是一个里寒和这个金须血少 伴随这个大便男的问题 那么太阳阳明 它这里专门指这个皮曰 一云落 这个落也是一个错词 应该是皮结 这是一个里结的意思 这个皮呢它指的是还有太阳病的意思 是表症 那么皮结或者说皮曰 那么它的方症就是马子仁丸 太阳表不解 用的是杏仁 那么这个所谓的正阳阳明 它就是这个标准的这个阳明病 就是一个单纯的阳明病 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这个里热和里结的问题 那么这个阳明病 它其实不只是大便男 它也包括这个杰凶 杰凶里面它有几个类型 小献凶、大献凶和这个献凶丸 那么除了这个大献凶 它是一个里阵 它是属于这个阳明的 那么大献凶丸 它是有表症的这个存在 就是如柔静的这个情况 那么它加上这个杏仁和这个亭离 它有结表的作用 心味的这个药物 小献凶汤 它也是可以煎表的 半夏和这个玄瓜楼 它都是有腥味的 那么阳明里热 它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痞 就是这个大黄黄莲心汤 那么这个痞 它也是属于阳明的这个 里热和里结 但是呢它没有大便印 那么在条文里面 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 这个与阳明的这个阳明病啊 标准的阳明病呢 它就是一个大便兰的微加石 那么邵阳阳明呢 它就比阳明病多了一些东西啊 这些发汗立小便已 然后这个病残变成为胃中灶啊 出现了这个干灶 凡啊 灶凡 石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合并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邵阳和这个阳明在里为了合并 伴随着这个大便来 那么批约的这个症状是大便兼 小便利而不可 大便兼呢 说明这个里结是存在的 小便利呢 就是说它的经验还是比较充足的 不可 那么说明这个里热不是那么甚 并且必须它有太阳表症 就是表寒未解 那么它意味着太阳残阳明 构成了一个病病 太阳阳明病病啊 就是义起病 就是有因果关系的 传变叫做疲略 因为这个未中灶啊 兼须造成这个大便兼 而存在这个施症 兼有表症 所以它需要表里同志 那么正阳阳明呢 它是没有表症的 少阳阳明 这里 它也指的是没有表症的这个情况啊 就是说里味的这个 灶 干灶 灶火 这火症比较明显 但是呢更为重要的是 它有少阳病的特征 就是有这个水瘾 湿热造成的这个灶繁 那么正阳阳明 就是阳明本病 这个大便兰 它有三个陈气汤 或者是大黄干草汤 或者是偏于上交的这个洁胸 有大洁胸汤 或者是痞 那么是大黄黄的蟹心汤 或者是三黄蟹心汤 那么它传遍成为这个少阳阳明病的情况啊 这种大便兰它可以分为脊类啊 因为里味它是水火夹杂 如果有表不解的情况 它也是小财壶汤 如果它是里级偏实 偏实证的 那么是大财壶汤 那么偏虚的话 它可以出现这个足眼石膏汤 或者是麦门农汤 或者是财壶汤加帝黄啊等等 如果是虚实夹杂的情况啊 它还可以是这个财壶加盲消汤 第181条讲阳明病的原因 那么阳明病是怎么来的 就是太阳病通过治疗发汗 或者是用了下法 或者是用利小便的方法 然后亡精液啊 就是损失精液 出现胃中干燥 那么它这个胃中干燥呢 它这个胃它就是一个里味的一个损失精液 包括大肠 包括小肠 那么这个大便就变肝 因转属阳明 那么这个属阳明 它还不一定完全是阳明病啊 它还有太阳病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是不能用下法啊 先得去治疗这个太阳病 那么它的表现就是不更衣 所谓更衣就是这个上厕所啊 古人上厕所出来以后就要换衣服 就叫做更衣 那么类食大便男者是明阳明也 那么这个就是礼节啊 就是这个礼日消耗精液 然后造成大便男 这个情况就叫做阳明病 那实际上呢 这个是阳明病其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 那么其实取名为阳明的意思啊 这个明它是一个大的意思啊 就是老大啊 这个火症最厉害的意思啊 在礼卫 那么它可以有多种表现啊 不一定是这个大便男 第182条讲阳明外症 那么在上海论当中 它的外症就是指这个礼症引起的这个表症 或者是太阳病的情况啊 都叫做外症 那么就是表卫的一个症状 它都叫做外症 不管是由礼卫引起的还是一个单纯的表症 那么它回答说这个深热啊 就是这个有发热的情况啊 汗制粗 而且这个是有汗的啊 不误寒 就是没有这个太阳病的误寒 而且摸上去的这个四肢或者是身体 它也是不良的啊 是温热的反误热 而且它伴随着怕热的这个表现 接下去183 184 两条解释误寒的问题啊 误寒为什么没有了 那么这个太阳病得到一天 它也可以出现霧寒 并且这个霧寒很快就消失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出汗以后 把这个寒邪带走了啊 然后就传变成这个阳明 它就表现出霧热 就是怕热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这个乌寒会自霸呢 就是没有经过治疗 它为什么会自霸呢 就是因为有礼日啊 阳明居中啊 就是这个礼卫有这个火震 那么它解释了一通土地 就是中就是土 为什么中是土 万物所归 无所复传 那么这个意思呢 它讲的是这个礼卫呢 它就是最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没有地方传变 所以呢 虽然太阳病发作了这个乌寒 到了第二天就自己停止啊 不乌寒反乌热 那么它就自己就变成了阳明病 那么阳明病的外症在这里就比较明显啊 它就是讲的一个汗出而不悟寒反不热的一个情况 就是汗出怕热 这个就是阳明的外症 那么阳明的外症呢 是因为礼卫有热造成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表热的情况 而是礼热引起的一个中风 或者是外在的一个表现 第185条讲这个转属啊 就是病病和这个转属的这个关系 太阳病发汗的时候 这个汗出不测 意思就是说这个太阳病还没有好玩啊 没有彻底 但是呢 它转变成了有阳明的这个礼热啊 然后它出现了这个发热无汗 偶不能食啊 这个有偶逆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它汗出既既然就是一个汗出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就是有阳明礼热的这个表现 但是呢 它不完全是一个阳明病啊 因为这个汗先出不测 就是表示这个太阳病是还在的 那么还有这个 呕的情况啊 不能食 呕吐而不能食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伴随有 邵阳的这个理症 虽然它说是转属阳明 但它很明显不是一个单纯的阳明病 第186条 讲三寒三日 阳明脉大 那么这个三寒三日就是这个病啊 得病三天 那么它就有可能从表证传遍到里病 那么如果是传遍到阳明病的话 那么它的脉是会变大的啊 阳明的脉一般是宏大或者是卖滑 它就比其他的脉要大一些 那么阳明脉的这个脉大 它是大而有力 如果是无力按下去是空的软的啊 那么如按冲管的话 这个抠卖是一个半产漏下 或者是网血失金的这个虚劳的一个卖相 所以阳明的卖大 它是卖时有力的啊 或者是华卖 那么第187条讲 三寒卖伏而缓 那么这个情况它是有表证中风的情况 但是呢 手足自温 那么那个摸上去它的手足又不凉 这种情况的话 视为细在太阴 那么这个情况呢 它还是以太阴中风为主 太阴中风为什么手足自温呢 那这就是说它有一点传遍阳明的这个情况 就是有里热的情况 但是它虽然伴随里热 但它还仍然是太阴病 而不是阳明病 主要的治法还是用太阴的方法 那么既然这个属于太阴 那么它又有这个里热和这个随影的情况 太阴病本来它是有里寒和随影的存在 那么它出现了这个手足自温 又有中风的这个情况 那么它就容易发黄 就出现这个面黄 或者是深黄的这个情况 就是黄斩的这个情况 如果它小便没有问题 小便致力的话 那么它就不能发黄 那么这个随影就不能停留 水热就不能泛滥 就不会出现发黄的情况 如果到七八天大变硬 那么它出现了大变硬 那么这个它也是 传遍成阳明病 也就是变成了这个太阴和阳明的一个 合并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合并和这个病病 它的概念是不同的 那么病病呢 它是从一个病传遍到另外一个病 那么原先的这个病还没有好 那么合并呢 就是说 两个同时表现出来 它没有一个先后的这个因果关系 但是呢 它又的确是存在其中的另外一种病基 而一得病它就会表现出多种病基 它不是一种病 那么这个合并病呢 它也有这个系数的这个关系 它是系在哪里 就是以盟病为主 那么188条就讲 伤寒转系阳明的它的标准 就是它变成阳明病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其人即然违汗出野 就是这个患者 他会出汗 还是出汗比较多 出汗比较连续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它就是阳明病的标志 我们再来看196条 阳明病法多汗 反无汗 其身如虫形皮肤状的 此以久虚故也 那么这个就是说 阳明病有理解 有这个大病印的情况 它本来应该是出汗比较多的 但是呢 它现在反而没有汗 而且伴随着这个皮肤中 就像在虫爬的这种情况 这个是因为今夜虚造成的 这个轻度的这个意义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它是要补今夜了 不是用下法或者汗法 第二版意思条 讲这个詹语的这个鉴别 夫实则詹语 虚则正身 什么叫詹语呢 就是这个说服话或者是这个说梦话 乱说 然后这个正身的意思呢 就是重语 什么是重语呢 就是这个 它不停的重复啊 因为它一口气而说不完这个意思 就是表达不清楚或者是与生低违 那么它就是一个虚正的一个表现 那么如果是直视沾语 不光是沾语 而是眼睛发直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金盔的表现 如果伴随眼睛发直 而且沾语 然后又有这个揣满 又有这个水影 这个上溢的这个表现 这个是一个死症 非常危险的一个表现 如果伴随下痢呢 也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胃虚 这个内脏出了问题 揣满和这个下痢 包括这个心脏的问题 心肺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肾脏的问题 都会出现揣满或者下痢 那么这种是严重的这个器官的衰竭 那么它说是死症 第211条讲发汗多 若重发汗的王岐阳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反复的去发汗的话 那么肯定造成这个表位的金益虚 那么也会出现沾雨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麦短 就出现了金血大亏 然后影响到内脏的情况 那么这个功能出问题 这个是个绝因的问题 也叫做这个死症 如果它的麦还是比较正常的话 麦不短 不是乱跳 那么这个情况呢 它就不是一个死症 第218条 三还是五日 也是表示这个病要传理 要注意它有理症 那么它的麦层而传满 那么这个时候呢 麦层它属于里位有这个水瓶 这种传满呢 它是一个理症 不应该发汗 如果误用了发汗的方法 就是损失金叶 金叶月初造成这个大便蓝 不仅表位的这个金叶损失 而且离位出现了离时 离节的这个情况 它也会出现沾雨的表现 那么这种沾雨呢 它也是有扬名的这个病基 但是呢 是金叶亏虚的 既不能发汗 也不能马上攻下 它还需要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达摩课堂出品的 《硬核伤寒论》之90天 条文金奖与开方时讯 我是授课老师伊旺 接下来是扬名中风 下来看第201条 扬名病麦伏而紧 那么扬名中风呢 它是可以出现麦紧的 麦伏紧 这种情况它不是一种伤寒 它伴随着潮热发作有时 那么是比较有规律的这个潮热 潮热呢 就是下午捕食 就是下午吃饭的时候 古人是下午3到5点吃饭 那么这个时间出现这个潮热 或者是晚间出现潮热 那么这个情况呢 它是扬名中风的一个情况 麦蛋服 就是这个麦只是服 但是不紧的话 麦不紧的话 那么它就容易出现倒汗的这个症状 就是一旦睡觉睡着就会出汗 这个叫倒汗 倒汗呢 它也是属于扬名病的一个症状 那么这里的潮热 它表现出离热和离节 就会容易出现这个潮热 就是离味的热比较盛 就是离热 大热在离的一个表现 就是潮热 那么这个麦服呢 它就比这个麦服的这个倒汗 它没有麦紧 那么就是说明它这个是偏虚的一种情况 潮热的话它是偏食的一种情况 就是扬名病自身的一个虚食的一个比较 回头再看189条扬名中风 扬名中风它可以出现口苦咽干的这个症状 它和少阳病是一样的一个共同的这个口苦咽干的症状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出现腹满微喘 这个就是一个离热和水瘾的一个表现 水瘾火热上溺的一个表现 水瘾引起这个腹满微喘 火热上弓带上水瘾 那么 麦服而紧 这个是扬名中风的一个表现 若下肢得富满小便难以 那么这种情况呢 是不能用下法的 扬名中风应该去用白虎汤解表 那么这里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说的是发热物寒 发热物寒的肯定不是扬名中风 扬名中风它是 现在发指出不物寒反物热 182条讲过的肯定是不物寒的 那么扬名中风它和太阳中风 或者是完全这个相排斥的 如果还有物寒的话 它肯定不是一个扬名中风 你要考虑它还有太阳病 另外就是要考虑它有太阳中叶的这个情况 就是一个虚经虚的一个物寒的情况 那么这两种物寒需要鉴别虚实 那么为什么说这里的发热物寒 它是一个错误呢 你比如说221条 扬名病卖服而紧烟造口苦 跟这个189条 它是一样的 烟造口苦 就是一个口苦烟干的一个表现 同时卖服而紧 富满而喘 发热汗出 不物寒反物热 这个都是一样的症状 然后深重 那么深重它是一个扬名病的一个意隐 随意隐在表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的不物寒反物热 221条是标准的一个扬名中风 那么189条 显然它就掉了一个不字 发热物寒中间掉了一个不物寒 发热不物寒 这条要修改过来 接着221条看扬名病卖 否而紧烟造口苦 富满而喘 发热汗出 不物寒反物热 深重 那么这一段它可以使用白虎汤 那么第222条 若可遇饮水口干舌燥的白虎加人参汤组织 那么这个两条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是一个连贯的 就是若可遇饮水 那么前面的一段 就包括了221条 在这个条件下 出现了这个口干舌燥 这个反渴的这个情况 饮水多的这种情况 那么就是白虎加上人参汤 那么如果你去发汗出现了这个烦躁 心葵葵 沾雨 那么出现了沾雨 那么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病传理了 有这个礼节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 可以考虑调味成其他 如果误用了温针 这个阳明中风是不可以用温针去治疗发汗的 如果用了温针发汗的话 那么就必触提 就是这个 就出现了这个精神的这个症状 恐惧 紧张的症状 而且可能出现烦躁不得眠 而且影响睡眠和神志 那么这种情况 可以参考黄连国家汤的这个方症 如果误用了下法 杨明中风不用下法 那么省伤今夜 则位中空虚 那么就是这个位里面发空的这种感觉 客气动革 那么这个客气呢 就是这个指的是邪气 邪气 就是往上冲 冲到这个 凶格的这个位置 心中绕老 那么就是这个心烦 烧心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反正烦躁的情况 如果这个情况伴随着这个射上胎 所谓射上胎 这个胎就是指舌胎的意思 舌胎后腻 那么这个情况是一个标准的自止池汤症 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啊 这些支子池的这个适应症 支子池汤 它首先是一个火症的一个表现 里热表现得比较明显 然后它会伴随着虚症 未中空虚 或者是这个体力精神的这个问题 然后出现这个心中啊 这个心胃这个地方 不舒服的表现 就是发热啊 烧心 烦心 心烦 耗脑 舌胎后腻 那么它又有这个里味的这个水影啊 和湿热的这个 符合的一个病机 那么它就是一个虚烦的一个情况啊 虚 为什么说虚呢 它有损伤精液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又不能去捕精液 而是先需要湿热 那么这种情况 用枝子配合这个蛋糕池去 啊 除这个水影 除这个虚热 水影 虚热 第223条 那么在前面的这个一系列的基础上 若麦腐 发热 可遇饮水 小便不利的 朱灵汤组织 那么这个情况啊 麦腐就说明它这个有表现的啊 发热 饭水的发热啊 有里热 然后可遇饮水 那么也是说它有这个里味的这个热症 但是呢 它有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 它就提示这个是里味水影引起的这个可饮啊 引起这个口渴而饮水 但是呢 它不会喝很多 不会像这个白虎加人人汤那样口罩可反可大可隐隐啊 喝非常多的水 那么这个可遇饮水呢 它不是喝的非常多 而且喝的越多 这个小便不利更明显 那么这个情况呢 它不是一个朱灵汤症啊 它是朱灵散 因为这个武林散在这个张仲敌的时代 它叫做朱灵散 那么后人就把它误写为朱灵汤 那么实际上这个方症 它是一个武林散症啊 因为它有脉伏发热啊 有这个表证 有这个太阳这个表证和里味的一个水影 它是一个太阳太阴阳明的一个合并啊 一个复杂的一个病气 第224条阳明病 和朱多尔可不可以朱灵汤 那么也就是说223条 它不是一个阳明病 对不对 它也是一个出汗发热啊 脉伏可遇饮水 那么这个情况呢 它不可以朱灵汤 为什么呢 因为汗多损失精液 而且胃中灶啊 就是因为汗多嘛 损失精液以后 里味精液也会损伤啊 出现胃中灶的这个情况 那么如果你再去历小便的话 那么这个精液就更少啊 这个情况 就是说阳明病的这个中风 它是不能使用朱灵汤 它是不能使用朱灵汤 当然这个 它是对223条的一个补充的一个叙述啊 是一个 那么223它已经错成了朱灵汤 所以224条的朱灵汤 它也是武林散的一个 跟连的一个错误 也就是说 武林散的这个症状 它看起来有点像是阳明中风 但是呢 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就是小便不利的问题 那么 第225条 脉浮而辞 表热里寒 下立轻骨的 施尼汤组织 那么这个条文呢 它也是在这里 鉴别这个 这个有表热出汗的一个情况啊 但是它里面是 里寒的情况的话 就不能按 阳明中风去治疗 如果你用了白斧汤的话 这个症状是非常严厉的啊 就是说 出现下立不止 或者是腹痛 这个情况呢 也是用施尼汤去治疗 那么这个阳明中风 看起来像阳明中风 如果它有里寒的话 胃中虚冷 那么它有筋液虚 或者是泛水里寒 而且不能食 就是这个饮食 其实不行腊叉啊 这种情况呢 如果饮水多的话 这粤啊 就会这个打嗝爱气 那么这个胃中虚冷 打嗝爱气 伴随汗出啊 像是阳明中风的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呢 可以使用小拌下汤 就是这个拌下和生姜 第227条 麦糊发热 口干鼻灶 这个情况 那么它是有理论了啊 能食者则女 那么这个 它出现鼻子出血的这个情况啊 能吃的话 它是阳明里热的情况 那么它又出现出血 那么这个 它的热症呢 它主要表现在上胶 那么可以使用三黄蟹心汤 或者是大黄黄蟹心汤 可以治疗这个出血 第二百零二条 阳明病口罩 但欲塑水 不欲淹者 是病女 那么这种情况 就是说 它里面有这个水影 口罩 但是呢 它这个水寒在嘴里啊 淹不下去 那么这个情况呢 它是水影和里热啊 这个水热公葱 出现的上胶 那么这个情况呢 可以参考小品的 勺药地黄汤 那么没有西角怎么办呢 没有西角可以用其他的替代 二百二十八条 阳明病下肢 其外有热 手足温 不结胸 心中懊老 肌不能食 但投汗出者 这是池汤主治 这个情况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是池汤啊 它没有结胸 那么它说明它是一个虚症 心中懊老 它是这个池汤 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 就是这个心烦 胃烧 烧心 而且想吃啊 它有失欲 但是吃不下去 出现这个有汗出的情况 它是阳明中风的一个传遍的情况 就是物质啊 用下法伤了精液 那么它是一个理须 它没有结胸 那么用这只池汤 那么最后来看 第二百零三条 阳明病本质汗出 那么这个情况呢 它是阳明病的汗出 不应该发汗 一更重发汗 再三去发汗 那么这个发汗的病好像已经好了 但是有一点微繁不了了 那么就是说还有一点不舒服啊 没有好彻底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微繁呢 这是因为这个发汗过多 造成这个大便印 黄金叶大便印 胃中干燥 所以这个大便便印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先去问 它小便每天有几次 如果本来小便每天三四次啊 到了现在它已经有两次 今天再有两次 那么就说明这个小便的这个量在增加啊 如果它前一天它只有三次 那么今天已经有两次了 很可能就超过了四次今天 那么说明这个金叶在恢复 那么就说明这个大便 大便印它不是特别的严重 就会自己会大便 那么如果今天的小便 反而变少啊 就是比昨天还更少 那么就说明这个大便印就比较严重了啊 那么这个接下来 如果它的小便次数再增多 那么就说明这个金叶啊 就是在增加 所以就不久它就会自己会大便 因此呢 这里这个金叶小便数少 这个描述是不可靠的 因为本小便日三四行 还算比较正常的这个金叶量啊 这个水量还是比较正常的排泄量正常 那么今天已经有了两次啊 所以呢 这个小便的次数还是差不多能够维持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大便它是不会太结的 如果小便还能减少的话 那么这个是无法判断这个大便是不是啊 就会大便的啊 这种情况呢 一般是不用去治疗的啊 就是等它自己出来 或者是用密尖导啊 后面的这个这个药导啊 就是用这个药物 外用的这个药物去通便的方法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感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达摩课堂出品的 《印和伤寒论之90天条文经讲》与开方时讯 我是授课老师伊万 今天我们来讲第187条 伤寒卖伏而缓 这样呢 它是有表正和中风的这个情况 卖伏缓 那么它是一个患散的一个状态 并代表 是一个中风 手足自温的 是为吸在太阴 为什么要强调是手足自温呢 因为这个如果是太阳中风的话 那么它的手足 它摸上去是凉的 而且自己也会感觉是乌寒 或者是有一点冷 那么太阴中风它就不同 它就会出现手足温的这个情况 为什么太阴中风它会出现手足温呢 那是因为太阴中风 它这个里位有水影 水影停留以后 在伴随体表的这个 中风的汗出幻散的这个消耗 那么就会造成一个清液虚少的一个状态 就伤血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水影停留过久 这个热能分布不均 就会出现磷热的情况 就有一点磷热 这个磷热它就表现在手足温 甚至是小便不利 那么就容易出现发黄的这个情况 面黄 太阴中风时间长的人 它的脸都是黄的 都是偏黄的 如果小便自立者不能发黄 如果它的小便还比较通力 就是精液比较充足 然后这个水道还比较通畅 出汗或者是小便都还比较通畅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会发黄 至七八日大便硬着为阳明病 如果过了七八天大便硬费力 那么它就是属于阳明病了 它就是有阳明病了 第二条 第二条 一百九十条 其实的话就是不能吃啊 胃口不好 那么就是胃虚或者是有里寒 那么叫做中寒 它这个中寒是里寒的意思 阳明病本来是里热啊 现在又有里寒 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里味的寒热夹杂 阳明中寒是里味寒热夹杂 它伴随未须不能食的表现 有太阴里寒水瘾的层面 同时也靠向少阳病 第191条继续描述里味寒热夹杂的情况 阳明病 若中寒者不能食 那么有里寒 脑差啊 饮食不行 加上这个小便不利 它是有水症啊 水节 手足即将汗出的这个肩表位的中风 那么这个情况此欲作固甲 这个固甲的意思就是这个里结啊 就是便结大便便硬了 大便正在变硬的这个过程 出现的情况就是大便粗硬后糖 那么头开头是硬的 后面是细糖的 这个也就是说里味有水瘾有里寒 所以然者它解释这个原因 以味中冷 那么它是有里寒的 出现水骨 不别 故也 那么就是说这个 还有可能出现这个不消化的东西 这里的这个固甲 这个甲子带里结不实 就是水节或者是节气 或者是虫脊 或者是有人说这个子带良性的肿瘤 那么在这一条里面它不是指肿瘤 它就是指大便 大便的节 还没有成为火症的这个结石 所以呢 这个它是不能用攻下的方法 因为它有里寒 那么接下来是第194条 良民病不能食的情况 又是因为里面有胃中虚冷 胃中冷 有里寒 这个在腊叉不能食的时候 那么是不能去清热的 尤其不能攻下 攻其热鼻月 就是会出现打嗝上气的这个表现 因为它有里寒 以其人本虚 以其人本虚 它这里说它是虚 其实不一定是虚 因为这个它这个节 它不是一个里 以食的一个节 它就把它叫做虚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虚 它是里寒的情话 里寒就是这个古人在分虚时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把这个里寒叫做虚 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温法驱寒 这个仍然是驱写法 仍然是这个实证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条我们对比麦金里面 它的陈述有所不同 麦金里面是这样讲的 阳明病不能食 下肢不解 有多了一个下肢不解 就是用了下法 然后这个病没有解除 没有缓解 其人不能食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胃功能受到影响 不能吃 功其热 鼻月 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意 它还是说这个胃中虚冷 那么胃中虚冷 这两个字里面 冷是主要的 是因为有寒邪 因为这个寒邪导致了这个消化的不良 所以这个虚呢 它并不是真正的虚 这个不是要去补 而是要去温 一个是温 温法善寒 另外一个是兼顾扬明的这个热 去清热 去虚热 不是这个公煞的这个热 它把它叫做虚热 那么我们看金会里面 黄胆病小便 色无便 欲自立 那么这个情况呢 是这个有理寒的情况 浮满而喘 那么这个时候伴随着理热 浮满而喘 它是由理热工通的 那么这个时候不可以清热 清热的话 就造成这个月 就是偶会的这个水饮上腻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小半下汤组织 就是用半下生姜去治疗 在千斤和万台里面 也讲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新夏季 偶月新夏季 皮硬不能食 用小半下汤 生姜半斤 半下一生 都是半斤 半两 接下来是第195条 阳明病麦池 那么这里麦池呢 就说明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阳明病 它有理寒 那么理寒的话 就会出现麦池 食来用饱 也就是说这个饮食出了问题 不能吃饱 吃饱就会出现违反头炫 就会出现这个心烦 头晕 伴随小便蓝 那么如果是有小便蓝的话 这个就叫做欲坐骨丹 就是跟这个隐私有关的这个理热的情况 叫骨丹 那么这个情况呢 不能用下法 如果用了下法的话 这个缝满 如故 它是不会解除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理寒 理寒不可供 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这个骨丹的这个病呢 它有理寒 有这个头炫 有水瘾 有小便蓝的水结 然后它还有理热 就是有富满 这种情况 那么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少阳病 也是一个小财富汤症 那么这一段前面几条 讲的是铝魏 这个阳明病 有李治尔和李寒 合并的一个情况 它可能会涉及这个少阳病 对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孔子